請到的是LARS環境感測器網路系統發情人 HAVA 徐文榮 徐武榮先生 我想LARS在目前臺灣 其實有做了相當多空氣核子監測的部分 復典相當的多 然後在在併的資料基礎上 也有跟莊老師進行一些合作 那我們是不是就把時間交給HAVA 謝謝 大家好 我是HAVA 我想說我們一開始 因為我們是做個公民感測的 那我們是做微型氣象站 所以我們一開始先看一下我們的微型氣象站 今天在這裡寫 這裡的PM205是31 然後CO2是1015 所以基本上CO2在這裡是超標的 那我說明一下就是說 微型感測它的力量就是在這裡 你在這裡很清楚就知道這裡是超標的 那它可以讓很容易就讓你知道說 很容易在這麼多的人在這裡 CO2是非常容易超標的 就我以前感測的經驗呢 那在這麼多的人 它其實這裡已經做得不錯 所以它現在才可以在一切 那如果是在教室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你只要不開床 很快就超標了 那這 一般來講這裡有空標 它PM205其實是會越來越小 應該是剛才休息的時候 所以外面的經驗比較多一點 那你還可以觀察一下 它稍微會稍微這樣避免 早上在這裡PM205是9 所以基本上過濾系統它是會過濾東西的 通常在空調系統裡面PM205都會被控制住 然後CO2都控制不住 你大概可以理解一下 那只是引起大家一點興趣 最重要的是說 讓大家知道微心感測呢 它可以帶來一些支持的力量 那我今天來講就是來講LARS 那因為只有15分鐘 我基本上會很快的帶過LARS是什麼 然後主辦單位還給我出了幾個題目 所以我後面要講它給我的題目 好那LARS它是一個工藝團體 它的所有東西包含它的軟體、韌體、硬體、data 全部都是開源的 然後呢 它關心是跟位置有關的感測 跟位置有關 簡單來講呢 它關心的是環境感測 它滿有名的是不是 很多報導 那我們的願景是什麼 很簡單 它這個東西在我大概兩年前 將近兩年前開始有這個想法 然後花了一個多月做出了一個整個Prototype 它基本上一直做到現在 它都還在這個願景裡面 我們的願景滿簡單的 我們希望很多的感測器 我們可以在地圖上看到很多的感測器 它現在的感測值 很簡單的願景 開一張地圖 你就可以在你附近看到有感測器 它在感測不同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希望它的所有資料是所有人的 不是我的 不是動員院的 不是 它的所有資料是所有人的 這個非常難 因為呢 把資料收集起來可以賺錢 那把資料都開放給別人就沒錢賺 這是 這是一個很容易的東西 但是它非常難實現 因為它會沒有錢 然後呢 它的精神是 它的設備要可以讓每一個人去做出來 每一個人可以自己做 不表示你一定要做 但是你想做的時候可以做 然後呢 設備要能夠被 Costensation 就是要能夠被更改 好 這是我們的願景 很簡單 從第一天到現在大部分都還在這個願景 那這是我們的社群 我們現在在社群裡面有五千多個 五千個 今天剛扣五千個 好 那我們在社群裡面會有非常多的 像我自己本身是 我在工業界做二十年 我前面在前十年在愛奇設計公司 那我是一個 分位或者Software Team的Manager 那做到後面我大概管了三個公司 所以基本上我算工程師 好 那 在社群裡面不只有我這種工程師 還有很多做硬體的做韌體的做軟體 最重要我們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專家 那些抖面的專家不是我們隨便就可以會 那實際上它也是一個 它是一個社群 它也是一個生態 下面這些東西 下面這些全部都是 都是我們社群的夥伴 有標準啊 有研究的單位啊 有一些Maker 有商業公司 有一些做Maker woman的 也有一些就是公司 好那Airbox這個在Lars裡面做的還比較好 大概現在有 後面有型 那 這是一個Lars的滑掘 那這 我們在這裡 中英院 很多地方政府 那這個是廠商贊助的 然後也跟一些 國際的單位做的做控 我今天講的可能比較快 那在台灣的部件裡面 現在6度都部件 連最近最近連桃園也上線了 6度都有部件 他部件都一定要有手掌來 然後 然後現在在全球 我們有29個國家 2500個Device 好 那 很多人就會快選說 我們的資料到底準不準 我們的資料 我不知道 我認為很準 那基本上 它都是跟標準儀器 它都做Correlation 也做Stability 然後這些東西都比較過 然後這些都有一些數值 因為我們有一個夥伴是中英院 所以他們很怕資料不準 我不怕 我是社群的 我是工程師 不準再來改就好 但是他們很怕 所以他們很認真做 社群夥伴就是這樣 有人很認真做 你不用很認真做 這個是還蠻準的 這資料給我公開 你可以仔細看到 它的Correlation Arrow 什麼的 很漂亮 我們是Open Data 所以很容易去做這樣子 看你的Chart 然後去做兩個的比對 這是在很早期的時候就這樣 你可以很容易自己放兩個設備 然後這兩個設備去比較 不管你是比較 入口跟巷子內 還是什麼高層跟低層 還是工業區跟非工業區 反正你愛怎麼比 任何只要是兩個Lars的Device 都可以這樣比 那你愛怎麼比就怎麼比 好 那我們做視覺化 一開始 資料收進來 部件下去 資料收進來 什麼都不會 第一次就要做視覺化 因為都看不懂 所以就很多種 就是地圖上看到的 然後就做趨勢圖 做到這麼高級的 內插的這種圖 所以你看到這種圖 一看就知道哪裡好 哪裡不好 講這個很簡單 已經做了可能一年才做出來 所以其實是相當不容易 這裡面也有一些風速風向的資料 我們很認真做就對了 好 那這是一張動畫 但是因為PDF 它顯示不出來 它這張動畫在顯示 埋害從北到南它的擴散情況 它會一直 每一... 它... 它... 不同... 就是... 一段時間就有一張 然後你... 反正你就會看到一個動畫 就是紅紅的 紅紅的從北方一直到達 會一直往下 它... 汙染怎麼來的 這光看圖就知道 所以我們不太需要去跟人家講 汙染怎麼來 自己看圖嘛 我也沒辦法講到這個圖給你看 你看了... 你以為是什麼 你又是什麼 我不會跟你說它是什麼 好 所有的Data都是Open Data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所有Open Data的Engine 好 那... 那我們用了哪些設備 我們... 我們現在目前在比較popular的設備 就是低代 這第一代是我做的 然後... 這個是... 贊助給... 給六度的 這個是商品 這個是... 現在這一台 這個是... 就是... 救星戰馬... 救冠軍的 另外一台... 綜藝院的 反正我們設備很多啊 每一種設備有每一種設備的特異功能 對... 一代一代做 慢慢改善它 好... 那... 呃... 給我題目啊 所以... 它就給我這三個題目 好... 所以我今天就要講這三個題目 好... 那... 簡單講Lars的成效是什麼 第一個是... 我... 應該是這麼講 Lars它... 它是... 它是... 社群 它是NGO 我... 我沒有賺錢的 Lars整個也不碰錢 那... 其實它是一個窮光蛋 差不多這個意思 好... 那... 從... 我也不能說我們... 這... 做了好像... 經過了我們做了大概一兩年 所有東西功勞都歸Lars 就是這樣講 是說... 我們做了蠻多事 好... 那我們覺得有些東西我們有幫上忙 在這裡寫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第一個是我們剛才在做Lars的時候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是PN2.5 好不好 好... 那現在呢 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什麼是PN2.5 那這是一個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過程裡面 很多的寺廟跟很多的民族活動 他們主動的減量 沒有人叫它減量 但是它有減量 好...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有點幫上忙 好... 那... 我們呢 我們基本上 因為大家都在搞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大家對環境的意識 PN2.5 大家都越來越重視 所以其實當政府有一些 就是一些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它會很廢 或者要花錢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得到這些夥伴的支持 因為簡單講 我們覺得這個重要 我們覺得我們肯支持 即使你要花錢 我們也支持 好... 那是... 這是我覺得我們的幫忙 好... 那... 其實很多... 因為有這樣的系統 然後再加上很多的合作 所以有很多夥伴呢 他們會做一些 呃... 空污相關的一些議題的一些 一些反思啊... 活動啊... 一些發想啊... 一些什麼什麼事情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 也是最近才有 然後... 我們做的是公民科學 那... 所以其實... 呃... 我覺得NARS的活動 讓公民科學 在台灣的 也比較容易被人家recognize 什麼叫做公民科學 不過要跟大家講的是 當我剛才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不知道什麼叫公民科學 人家找我去談公民科學的時候 我還猜... 我要先Google一下 公民科學 公民科學 什麼什麼專家啊 學者 什麼研究啊 然後什麼資料啊 欸...跟我做得好像啊 欸...我好像就是做公民科學 好...我們NARS雖然是公民科學 但是他不知道他在做公民科學 他只知道他想解決的問題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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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有多少時間做多少事 今天能做什麼會做什麼 然後確定明天還活得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個人不是覺得很困難 那其實最主要是這個LARS的產出 它是很多很多很多人的幫忙 不是我一個人做的 所以那麼多人的幫忙其實分擔了蠻多事情 那相對來講每一個人其實也沒做什麼事 我覺得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開源開放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台灣非常難推動 那如果是政府或者是有利的人士呢 我會建議說開源開放這個精神在台灣必須深耕 不管你是透過政府的鼓勵 還是你透過這種教育體系還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可以翻轉台灣的力量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困難推動的東西 因為做開源開放的人都會餓死 這是基本上概念來講 那但是很重要 我們都是開一走開源開放的 那常常會有人堅持懷疑我們的資料品質 那我的理解是 我們其實很認真的在把它做得準一點好一點 那我們認為是我們做的是微型感測 我們做的並不是官方Official的什麼什麼樣多完美的資料 我們做的是微型感測 微型感測的架構呢 是它必須用很多的設備來產生它的智慧 所以它的特性在於每一個感測器本身不一定要那麼那麼那麼的準 那因為它不需要那麼準它就可以讓你做一個設備 只要你不要雕塑設備非常的準 它不是以一個我是環境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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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看到它有一microgram的difference 就覺得那這辣坡不是這樣 它必須有一個torrent 所以我從來不覺得我們不準 雖然我們很努力的在把它做得更準一點 那我們這裡是一個科學 今天我們是以科學核心計畫去提供 它是一個平台 我們讓更多的民眾可以支持這件事 讓政府的東西可以在這裡發生 然後讓政策有機會可以被施行 然後我們提供一個這樣的系統 基本上它是一個平台 它是一個對大家有幫助的平台 所以它才會這麼多人可以接收 好那沒想到我還有兩分鐘 好那最大的東西在Lars的金證裡面 最大的東西而且最難被人家說說服的東西 就是Lars is yours 就是說Lars不是我的 不是這些團隊的不是這個社群的 它是每一個人的 因為它的所有東西都是開放的 它的設備是開放的 任體是開放的 板子是開放的 Data是開放的 所有系統跑起來都是開放的 我其實不太知道你跟我有什麼差別 今天我就算不小心我就不做了 又怎麼樣 反正沒有任何東西在我身上 對啊它是大家的 所以呢我們很努力大家就是一起來contrview 為了解決共同的問題 然後去做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只有幾個人做 做不出什麼鳥用的 對人越多它才有各方面的知識 人能力 那你每一個人做一點 那你強一點的人可以做強一點的部分 然後就是公民可以就是部件啊 就是跟人家講啊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加入我們的臉書 好不好 對 那好像時間還很多啊 對 沒什麼用 對 所以 嗯 嗯 好 反正就加上我們臉書吧 我都講到這裡 好 謝謝哈法紅的 我想那個今天剛剛講說臉書破五千嘛 那各位再加上這個網路的宣傳 讓他很快再繼續破萬這樣 那非常謝謝哈法其實提供一個就是說 其實開園分享公共好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然後我覺得其實從這個公民自主監測 也從剛剛那個莊老師他在這個 他講說2004年開始看到那個就是PM2.5在台灣的這個惡化 好那還好就是說其實有很多公民的這個覺醒 好那甚至我想我們台灣其中的一個強項 那就是我們的這一種就是說資訊工程 好那物聯網好那很快的在這個領域喚起來 好然後也提升了大家對於PM2.5的這個意識 那接下來我想我們從 那就是超acak的意識 可是其他人的入面 很忙我們應該給替婉